4月16日,花旗银行发表《香港千万富翁调查报告2018》 指香港拥有一千万港元或以上净资产的富翁约51.1万人 达至破纪录的新高较上次调查的49.6万人增长3% 而其中6.9万人拥有千万港元或以上的流动资产 香港成年人中约一成为千万富翁 富翁们的平均资产是1630万港元 花旗银行香港客户业务总经理林志刚表示 随着经济好转,预期2019年香港千万富翁人数会持续上升 并且有年轻化的趋势 花旗在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期间 以电话方式访问了4192名21岁至79岁的香港居民 调查发现千万富翁当中男性占54% 其中有7%为单身,女性占46% 其中21%为单身 林志刚表示,如今单身富翁不仅限于专职男性的钻石王老五 其实女性富翁里单身的比例更大 报告称,千万富翁平均每人拥有3个物业 其中44%用作自助,56%用作投资 而他们在2018年普遍看淡楼市 只有22%的受访者在过去5年曾买入物业 按年减少2%,流动资产方面,千万富翁比较多投资股票、基金和债券 应该说千万富翁平均有每人拥有1.9个物业在香港 在香港 大约0.6个物业在主义 这个是平均的,所以大家可能知道你的价格 另一方面就是海外物业大约0.7% 我们看到在投资股票方面,有80%的千万富翁是有做股票的 是有拿着股票的投资产品 如果你这样看下去的话,你会发现第二当然是基金 第三就是债券的投资 第四个是贵金属的投资 第五个是信托 第六是期权或者期货